美国司法部日前发表声明宣称 美方拦截了四艘向美内瑞拉运送伊朗石油的游轮 没收超过100万桶石油 然而伊朗方面断然否认这些游船归其所有 因为游船早已在波斯湾完成了离岸交割 据悉 这是美国迄今为止针对伊朗燃料运输 采取的最大规模的没收行动 而这已经不是美国第一次悍然劫掠他国资源 其现代海盗形象 如今已昭然若揭 美国媒体报道 美方这次没收价值至少数千万美元的石油 靠的是国内地方法院法官签发的一张逮捕令 伊朗外长扎里夫说 加勒比海盗们如今也有了法官和法庭 美国纽约时报也刊文称 美国变成了一个自私自利的大恶霸 一个有着宏大妄想的恶霸 但其实远没有美国执政者想象的那么强悍 新华时评指出 美国抛弃国家体面 直接动用国家机器 当起了现代海盗 如此做派破坏的 是美国的国家声望 损耗的是美国的国家信誉 如果美国继续横行全球 霍乱世界 美国优先的最终结果 只会是美国孤独